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4点35分 前总统陈水扁高举手铐走出特征组 经过6小时的训问 特征组在下午申请羁押前总统陈水扁 时间回到上午9点半 陈前总统从扁半一路走到特征组 沿途有民众支持 也有民众呛响 特征组周边一整天部署了重重警力还实施交通管制 陈水扁在支持者簇勇下还有警方国安人员层层借户下 微笑走到特征组门口发表谈话 今天感觉很好笑 尤其我国安要来特征组 开庭硬性 竟然要麻烦家人一个人 这么大的阵仗 陈水扁也说自己是国共的头号战犯 他还引用18世纪法国大革命 人民推翻专制的象征 说自己今天就要进去台湾的巴士底监狱 今天我就要进去了 我要进到台湾的巴士底监 那是22年前我曾经待过的地方 在谈话最后 陈水扁还高呼口号跟大家说再见 一句再见了 再次不出特征组 这回陈水扁戴上手铐 被特征组伸压 也随即被载往台北地方法院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陈水扁之所以被伸压 是因为检察官在征讯后认为 陈水扁在国务基要费等五大案件当中 涉嫌触犯贪污治罪条例当中 侵占公有财物 利用职务收受贿赂等五大罪嫌 这是刑期五年以上的重罪 也有串政之余 因此向台北地方法院伸压 而征讯过程中 原本说要保持接默的陈水扁 并没有沉默抗议 而是选择性的回答讯文 前总统陈水扁在经历六小时的征讯之后 如同他前一晚记者会中所预言的 被特征组向法院伸压 不过检方也透露 虽然陈水扁昨天也说 这次的约谈中他将行使兼默权 不过他还是有选择性的回答检方部分问题 而最后检方以陈水扁所犯的事 最轻刑期五年以上的重罪 犯罪嫌疑重大 有串政之余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这些罪名包括有侵占公有财物 因为在国务基要费中的机密费部分 只需要陈水扁签名就可以领取 但检方发现 陈水扁有部分费用 并没有使用在公务用途上 第三项罪名则是伪造文书 因为在国务基要费中 另一项基要费的部分 需要有发票才能报和 可是检察官却发现 当中有假发票 甚至有贵妇人团协助贬家搜集发票 第三项罪名则是利用职务榨取财物 这部分的案件包括以伪造文书 榨取基要费的款项 以及榨取机密外交费用 像是安雅专案 前国安会秘书长邱逸仁也因此被收押 第四项罪名则是利用职务收取贿赂 这部分检方发现在南港展览馆 闭案当中 以及竹科龙潭购地闭案当中 都疑似由贬家收取贿款 在涉嫌以职务影响政府决策的痕迹 更有包括前内政部长余政宪 以及前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长 李建木被收押禁件 最后一项罪名则是洗钱案 检方在与海外司法互助 取得贬家相关账户之后发现 有从前四项不法行为当中 所得到的资金 汇到贬家的海外账户 已经有触犯洗钱防治法的嫌疑 从8月14号 陈水扁承认贬家有海外账户之后 三个月来随着相关案情曝光 检方对贬家洗钱案的侦诞 也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到陈水扁今天被深压 显示特征组 已经对于贬家相关案件的脉络 有了相当掌握 记者张志雄 沈志明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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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茛